蒜末蒜苗调味料跟九层塔一起拌炒一盘炒螃蟹很快就可以上桌 不只热炒还有鱼汤不少人都爱吃海鲜料理而且都会选很大的活海鲜 像是螃蟹活虾活鱼等等都是瓦跳跳的让客人挑选 当场称重后确认价格就送到厨房去烹调 只是过程会不会被调包高雄迄今知名海产店老板说他们也怕客人会质疑 装监视器全都录随时可以证明没有动手脚 但是店家没装监视器的客人又要如何自保 有的客人会就像螃蟹 龙虾他可能把他的脚稍微折一只这样去做辨别 鱼尾折掉 龙虾 螃蟹壳上做记号等等都是人可以防吊包的招数 是信用的 是认识的 一开始看起来很大事可是上菜就变小吃了 大部分的客人都选择相信店家但是如果有人坚持不新鲜当场退菜 已经杀好的鱼蒸好的虾是不是就便宜卖 如果客人坚持是不吃的话那个我们应该都自己吃 料理过的不会再转卖 业者自己认赔 毕竟海鲜料理就是要鲜 才会有好口碑 客人下次才会再来 华氏新闻出军品林玉哲 高雄报导 哈喽 我是蕾亚 想要抢而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 按赞 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氏新闻YouTube频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